成都一理发店因顾客确诊 后有指定单位对店铺进行消杀 事后要求理发店支付16346元人民币的消杀费用 成都市井江区市场监管局对此回应 已约谈相关企业负责人 如果是卫健或疾控部门派人消杀肯定是免费的 根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 网传收费清单显示 消杀费用6435元 第三方采样检测费9911元 共计16346元 收费清单上显示的消杀公司 成都洪森华永基电设备有限公司 井江分公司成立于今年7月12日 根据公开可查信息 媒体致电该公司法人 对方表示自己并非公司员工 并拒绝回答相关问题 成都市井江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对此回应说 暂不清除收费方资质情况 已约谈相关企业负责人 如果是卫健或疾控部门派人消杀肯定是免费的 目前多部门正在现场调查核实此事 对于理发店遇到的天价消杀费 有网民留言称 让卖伞的管下雨 怎么可能会有晴天呢 还有网民指 疫情就是照妖镜 好